根据中国文旅部的最新数据 在11黄金株期间据说中国有6亿多人出行 有4500多亿的旅游收入 专家说这是由于疫情期间的很多人不能出门 现在是一次报复性的消费 人家美国网友就说了 说你看人家中国是报复性消费 咱美国呢是只有报复没有消费 人家中国人是忙着排队观光 美国人是忙着排队检测 中国人是忙着数钞票 美国人是忙着数选票 中国人是忙着度假 美国人是忙着吵架